我倒觉得 此人甚是有趣 如果说韩羲仔是独座歌舞生平初 众人皆罪我独行 那这德名和尚 便像是误入了人间 他与韩羲仔是知己 明知韩羲仔空有一身报复无法施展 只能纵情于酒色 一浅于生 和尚这一声叹息 隔着百年 也听得分明 看得最分明的 应该是后主请的这位宫廷画师 画得出人的姿态不难 但是 他却读懂了姿态 画师再高明 也料想不到 时光流转 朝代耕迭 在百年之后 会有一双慧眼 细细端详她的作品 世间混沌 难得分明 其实云公子早就看出 这不是顾红中的原作 但是 却未曾说明 这世间本就混沌 何必在乎那些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就像这画卷 本事无用 他不言 不语 却远剩外面那些过躁之意 可云公子可知 与韩夕才不同 我们苏家 广结善缘 表里如一 只要是我们苏家的朋友 我定 赤心相待 云某既然已经来了 心中自然明亮